馬來西亞的皇宮 居然都是旅遊景點之一 他們又怎樣去投票選國王呢 作為鄭和的同事 文英和一鋒 今天就要去到馬來西亞的皇宮 和這裡的皇室說個嗨 但是只有一個門口 進不了 果然這集是和皇室很有關係 喂 我覺得你越來越像 國王的生意中那個誠實的小朋友 你給多一點想像是可以嗎 OK 出現在大家眼前的 就是2011年落成的馬來西亞新皇宮 金色圓頂的建築 山花著皇室的貴氣 亦都帶有中東阿拉伯風情 很多國家級的酒會 慶典或者招待會都在進行 之前都有提過 說馬來西亞的國王 是經由投票選舉出來 會假任期五年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制度呢 還有什麼人才可以做候選人呢 其實馬來西亞十三州裡面 除了馬六甲 檳城 沙巴 和沙奴越之外 其他九個州都還保留著自己的蘇丹和皇室 那哪一個州的蘇丹 才可以代表整個馬來西亞呢 於是他們就發明了自己獨有的軍主投票制 就是由這九個州的蘇丹 作為候選人 經過秘密投票 去選出一位資深的蘇丹 作為全國代表 其實呢 馬來西亞本身的文化都幾多元 那你覺得我們魚鷹電 夠多元呢 答案已經在眼前了 魚鷹電 連我們這兩個 在正常光譜以外這麼奇怪的人 都能接受到 還不夠多元呢 那好像我們不是多元 我們是多餘 文英拍完了嗎 進去吧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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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文英拍的 就是馬來西亞國家博物館 這裡很詳細地交代了馬來西亞的歷史 無論由史前時代 去到比葡萄牙 荷蘭 英國管治 再去到獨立時期 這裡都有不同的展品 文物和模型 帶你重溫馬來西亞的故事 看看 連這些 這麼有南洋風味的火車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所以 如果你想知道 馬來西亞傳統的風俗面貌 又或者想印證一下 為什麼它會形成一種 既多元 但是又共融的文化 那這裡 你就一定要來了 好 今次少興遊的吉隆坡 和馬六甲篇 已經來到尾聲了 不知道 你喜不喜歡我們這一類文化節目呢 其實今次都感謝一鋒 全程有它自駕遊 帶文英去的洞洞洞洞 為大家拍攝 不過如果你的樣子 不要經常都這麼凶狠 可能就更好 你理得我 就不要吵了開車 玩玩而已 事實上我們全程都有說有笑 所有我們量的對白 都只是戲劇效果 因為我很害怕 如果我們正正經濟地這樣做 你們就不會再看我們的影片 其實一向都沒有人看我們的影片 你太坦白了 不過如果你真的看到你這一集 為了表示我們對你的多謝 我們決定送多一集給你 你確定真的想要 我不管 總之我要跑了 多謝